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听他们说这电动车日常用可便宜了 但是我一直给的观点就是 如果说家里就这么一台车 而且当地不限号 就别给自己找不通买个电动车 对吧 我的观点是这样 可能有些人会质疑 我说你看看 这个就是怎么着 你这不迎合大趋势 还真不是 我给大家细聊 就是电动车 在我看来电动车本身来讲 它还是有一些燃油车所无法媲美的优点 那真是优点 比如说电驱这一套本身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而且电机的输出相对来说非常直接 对吧 还很安静 这些方面都是整个电动车的一个优点 所以说这个问题不是出在了我反对电动车 或者是电驱这一块 更多是在于目前的电池起伏 其实还尚处于一个没有革命性突破的阶段 对吧 现在咱们用的电池还是锂电 电话学这些反应 那锂电的话它固然就哪怕发展今天这种水准 它依旧存在一些短板 首先呢就是这个充电时间 对吧 你跟加油那个没法比 本身的这个电池 你想做大容量你就堆电池 对对对对 特别沉 对吧 而且电话学反应 这本身来讲的话 反应很剧烈 危险系统很高 你对安全性的要求也特别高 那基于这些点呢 再加上对 还有就是我得配套设施 对吧 空间装得够用什么 就是跑多久 我得立一个什么乱七八糟 这些配套设施 你得需要大量的精力和金钱 对吧 咱们去铺设这些设施 一线城市其实现在还好啊 但是像我老家 其实对吧 包括低温 低温的续航打折这些 我都一直没有做我首选的这种推荐 那这个并不是代表我说 我完全是排斥的一个态度 我对电动车的干法 就是如果说 人当地这个线牌 只能买电动车 那没办法 还好就是说 这个当地 我可能有一台燃油车了 平时出门出个长途 在家里玩 我用那个 我上下班 我想便宜点 对吧 就几公里的路 十来公里的路 这个你买电动车 没什么问题 而且就买一个 都不用太贵 对吧 便宜一夜的代步车 对吧 不用要求很高 对吧 家里只要方便充电 有内装 对吧 就是买一个 其实做个上下班代步 还是挺好 的选择 别的场景 你说这个车 非要硬扯到 什么万能的 我个人 其实还是 目前来讲 这个时间节点 我觉得还得需要 等等咱们的电池技术 再进行一步突破 以及整个的充电网 配套设施 进一步的拓展 或完善之后 电动车咱们再考虑考虑 所以归根结底 错的不是电区 而是现在的电池技术 仍旧是个短板 好 那今天我的观点 已经聊完了 朋友们 你们对电动车 什么看法呢 也欢迎在我们 这个评论区底下留言 然后包括 现在微博 我和您子 找我咱们一重交流 以及下一期想看什么 等着大家哦 我是您子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